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 压力大要怎么排解 欸 芷盈 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 哈哈哈哈 就有考试了 哦 考试 难免每一个人啊 都会遇到人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 当你觉得压力大 我觉得那是一种状态 不见得是那件事情 就特别的什么严重 而是你遇到某些某些某些情况的时候 你觉得压力很大 像芷盈觉得 哦 考试的时候压力很大 啊有些人是说 哦 我的业绩给我的时候 我压力很大 还是 哦 生活好辛苦哦 压力很大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哦 感觉到压力很大 排解的根源 你有没有快乐的能力 你会不会自己觉得 很多事情都很快乐啦 否则你就很容易陷入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 无论是压力的啦 受伤的啦 痛苦的啦 你就会陷入情绪啊 有快乐的能力的人 很多情绪其实对你来讲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压力的存在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某些压力的存在 你面对这么多压力都没有弹力 你就会很痛苦 面对压力哦 你自己要调整心态 最重要的是你 弹力 你就能够借由压力自鼓励到 让你的人生更上一层楼 这是给大家最好的建议 今天呢 我们就轻松的来聊一聊 当你们面对压力的时候 你们都用什么方式来排解 芷茵 你选几呢 1 2 3 4 我选2 芷茵面对压力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来排解 选2的同学这张幸福卡叫做领导者 你们是用解决压力的方式来排解压力 遇到考试压力很大 赶快念书啊 想要把它考好 这一类的人呢 是完成目标 压力就解决 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 解决你们的压力 你们一定要保持弹性 因为难免啦 啊 你很努力就一定考得好吗 有时候考得很好 有时候会考得不好 那这个弹力呢 真的能够让你慢慢的成为那种啊 我会把这个事情解决 完成 那完成之后就没压力啦 如果没有相对的弹性 有时候有可能会被压力压垮 那既然呢 你是想要使命必达 你在工作上哦 这是一个很好的本能 不断的去完成 你的任务 那你的工作的成绩也会很好哦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的同学这张幸福卡叫做 承到 你们是全世界最有抗压性的 遇到压力 我就顶着顶着顶着 你们对于压力好像慢慢的啦 就会无感 重点不是在压力本身啊 压力每天都存在 在你们世界里面 其实压力就很日常啊 既然是日常就不重要啦 有可能压力已经化为无形了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当你可以把压力呢 视作日常 那其实没有压力 人生就是好好过日子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这张幸福卡叫做 天赋 你们啊 用一个可能会带来副作用的方式 解决压力 吃吃吃 遇到有压力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吃 这个压力很快可以释放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你可能常常都要减肥 你应该要找另外一个方式哦 去释放所谓的压力 不是吃吃吃 你就会很胖 然后还要花钱去减肥 然后减肥又带来压力 然后又吃 然后又要减肥又压力 这就是一个 比较无法释放情绪的负向循环 你们都会用花钱吃东西 尤其是吃东西 填补你那个情绪的坑洞 那这个其实是很负担的哦 吃很棒 不要把吃当作 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 找其他的方法啦 压力就是日常嘛 平常心看待压力 那压力就没什么了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一 选一的同学这张牌叫做海王星 你们很有趣哦 你们用谈恋爱来释放工作上的压力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人 你就很无聊啊 你就没有办法释放你的压力 你通常呢会转移焦点 释放你在压力当中呢 那些很烦闷啊 很无助啦 无法出口的情绪 那如果你没有爱人呢 还是你的爱人会很惨 对不对 你把你生活中的压力 都释放给你的爱人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 瘦气包垃圾桶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不知道 你要好好地抱抱你的爱人哦 他常常啊 都在接收你的垃圾 情绪 还有压力 你很幸福 在你的爱情里面 会有人接受包容你 替你去承担你很多的情绪跟压力 你有没有自己能够释放 情绪压力的那种能力呢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工作 感情上呢 得到一个平衡 快乐的能力很重要 那如果你有这些快乐的能力的话 压力啊情绪都不算什么 人生的痛苦也不算什么 我们一定要建立 你自己拥有那份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 加油 好好的幸福的快乐的过生活 是我们身心灵推动的一个生活新概念 拜拜 下次见 要快乐哦